您准备了吗 张国舟强卫散 上班出差旅游老牌制药 张国舟强卫散主攻胃酸族 强调强卫散是上班应酬必备良药 不过这会儿却出了包 根据食药署这个月 18号和21号的稽查结果 张国舟强卫散部分皮好 所使用的碳酸钦钠原料 不仅没有原料药许可证 也未依自用原料办理进口 明显违反药事法 因此要求药品立刻下架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 他们去查这家公司 那他们有发现 就是张国舟强卫散 他使用的那个碳酸钦钠 碳酸钦钠的成分 没有原料药的许可证 也没有申请自用原料药的进口 而依厂商所公布的资料 这批卫散总共分三个规格 批号则为编号4056以前 而到期日期都是2019年3月以前 不过虽然已经被 桃园市卫生局要求强制下架 但其他县市的药局似乎 都还没有接到通知 你们有收到那个 张国舟强卫散他们发布的那个声明 说他们产品有问题吗 目前还没有 都还没有 他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说要下架就对 不过业者晚间出面澄清 虽然原料未符合规定 不过所有原料都经过 进口国籍中华药点 主批检验及放行 因此都是合格的药品 及进口原料 对人体是安全无虞 张国舟强卫散销售量每个月达10万瓶 市占率逼近9成 因此食药署及卫生局将进一步追查 是否仍有其他批号原料 不符规定 并等待食药署审验确认药品安全无虞之后 才能继续返售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